世界七大海灘牙庄 在拓坊深潜隆下 曾经入选Travel Channel 世界七大海灘的越南中部牙庄 十年前政府开发之后 当年的漁村变成今天的外置及金箭墙场 要发掘原始的越南真面目 那就要走出牙庄在拓坊了 牙庄以南搭过半车程来到凌讯省 这里急成为新兴的道界秘境 以原始豪炭健清的Aman酒店集团 9月首次登陆 还选址在国家公园里面 Aman来的房间很阔落 睡房、客厅、浴室 无分隔连成一体 36间独立屋遍布整个山头 主流设计就仿照越南社区会堂 隐藏在深山之中 而另一间长驻零帆湾九年的Six Senses 死守可持续发展理念来迎战 最高级的Rock Retreat 睡房、泳池、浴室、客厅 全部在涌一望无尺的南中国海 还可以租木船来钓鱼 当然只不在鱼博 当然纯粹欣赏海湾的宁静 附近水域海鲜很多 尤其盛产龙虾 海湾的两边全部都是龙虾场 今年鲍鱼收入微博 年轻人就宁愿长居水上打来龙虾场 龙虾BB一生脱殻超过15次 脱殻时最容易伤到 所以员工要24小时呵护它们 一早一午潜入网内检查和威胁 确保龙虾BB快高长大 而每次捉龙虾都要徒手深潜 它们赚的都是辛苦钱 龙虾养殖两年 尺寸重一公斤左右 才算是最鲜甜肉厚 这个三晚货 赚完价之后546元 带回酒店餐厅 煮成龙虾三味 龙虾沙律连滑又不韧 而愚夫地道的食法 就是开边香蒜来烤 入口真是鲜甜又惹味 而虾头就用来煮粥 米粒吸尽虾糕的精华 哇,真是每一口都饱满鲜香的 可以把它吃起来 �的了 开始 按诺 不用分钟 继续 转了